台北市警方在日前接获民众报案说 信用卡在搭击运时被偷了 而且还被盗刷 一名理性嫌犯呢 他是以小额盗刷来规避查气 在短时间之内刷了上万元 警方寻线调阅的监视器 成功的将人逮捕 穿甲黑色上衣的男子 悠闲的在台北地下街逛街 背上背个大包包是新买的 经过垃圾桶旁还主动帮忙捡垃圾丢掉 完全就是一副标准好公民的样子 但警方发现他根本就是惯切 这种内层基本上都背到后面这边 基本上不会拿到 插着口袋 然后你手可以抓着东西 然后你就可以放这边拿走 人几人 民众都会特别注意保护自身财物 但还是被他找到下手机会 拿到民众信用卡之后 理性嫌犯专挑小额食物 或者是饮料盗刷 规避警方查气 短时间之内盗刷破万元 理性嫌犯平常居无定所 他还特地用这张卡刷了新包包 随时可以带着东西夺警察 清查盗刷地点均在台北地下街一带 盗刷方式包含免签小额感应 签单刷卡 研判犯贤因细时常出没在台北地下街 且对附近店家相当熟悉 警方拿了他盗刷的签单明细上门 理性嫌犯还拼命扯谎 说是一名王姓友人叫他盗刷的 朋友请他帮忙买 他只是跑腿 但追查发现 这个朋友根本不存在 警方寻现逮人 依未造文书还有侵占罪嫌 移送法办 记者刘子中文离台北报道